I'm not ashamed to owe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大家好,我是Tim。 世界大多人说东部基督教的成员。 欢迎迎来到我们的每周播客《德国圣经》。 这是一个超好圣经,而且是已经有圣经本身的播客。 我们将在每周的周一到周四分四次播出,希望你能加入我们的学习。 我们将继续学习《创世纪》这本书。 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www.easonchurch.org或者在我们的邮动频道上找到以前的播客。 他们在《德国圣经》《创世纪》的目录之下。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在下面的评论部分发表评论, 或者发动电子运动到answerin.org.gmail.com。 我们将尽可能快点追出回应。 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创世纪》第42章21到28节。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确实有罪。 但爱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仇物却不成不肯定。 所以这场苦难连在我们的身上。 吕变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 只是你们不肯定。 所以留他的血儿的罪,向我们追逃。 他们不知约瑟听得出来,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事闯祸。 约瑟转身对去哭了一场。 又回来对他们说话。 就从他们中间跳出西面来。 在他们面前把他捆绑。 若是奔物能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 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 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人就照他的话办了。 他们就把粮食垮在驴上,离开那里的。 到了住宿的地方,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 要拿料喂驴。 才看见自己的银子扔在口袋里,就对弟兄们说。 我的银子归缓了,看了,扔在我口袋里。 他们就提心调长,站在那里的彼此说。 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 那么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约瑟的十个兄弟, 下到埃及来买粮食。 约瑟认出他们来的,他们却没有认出约瑟来。 那么约瑟要他们把最小的一个兄弟带来, 以证明他们能说的话没有这样。 让其他的人带着粮食先回去。 那么在这里,我们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也就是,约瑟怎么能确定说, 他的兄弟们一定会回来呢? 那么大家要想一下,因为大概会有七年的饥荒, 其他的地方没有食物。 如果想要生存,他们就不得不返回埃及来买粮食。 况且,他们还会被留下一个人在埃及。 在今天的阅读当中,我们发现是西面。 那么在这里面,他们的这个兄弟们, 现在理解到他们所受的大遇, 也就是上帝对他们来对待约瑟的结果。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还学习到了一些, 在第37章中,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也就是约瑟当时曾经恳求他的兄弟们, 不要把他迈到埃及。 约瑟当时是一个17岁的孩子, 不可能不会去抗议他的兄弟们的行为。 是可以想象当时的抱怨。 吕变那些也提醒了, 圣弟们对约瑟的抗议不予理会。 正如他们不听约瑟的抗议, 他们也没有听从吕变的劝道。 他们对这一件事情说了很多感想。 约瑟也听到了, 也了解了他们的思想。 他转身过去哭泣。 他现在明白, 他们对他所做的事情也感到相当的内疚。 那么这也并不意味着 约瑟已经准备好向他们透露自己, 时间很不对。 然后他们就把C面捆绑起来, 留下。 其他人呢, 带着粮食回家呢, 以便要把变养明带来。 那么这里面为什么选择C面呢? 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但C面应该是一个相当无情的人, 正如我们在第34章中学习的那样。 当然这是否真实都无关紧要, 我们只知道的是他被留下来的。 其余呢, 带着粮食黄伟教育。 那么优势还指示他的人把他们兄弟的钱都放回到口袋里面去。 他们发现的时候, 相当的害怕。 因为这本来是用每副粮食的钱, 现在钱每副就把粮食拿走了。 那么他们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所以在最后, 他就问到了, 这是神要向我们做什么呢? 好了, 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下一周继续讨论这个故事的区域的部分。 希望大家到时能继续加入我们的学习。 再见。 I'm not ashamed to own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